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所謂醜苦終須見家翁 這個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在公眾視線範圍消失了一個月以後 終於要在公開場合露面 今天下午 他在水警總部召開了記者會 但看看他的神態似乎無精打采 而且聲線略為沙啞 不知道是不是大病干預 還是怎樣 反正看見他傷目無神 到底他今天在記者會上說什麼 無他 因為昨天陳天柱高級警司 他在回應記者提問時 所發表的一連串偉論 完全是在挑戰市民的常識 智慧、理性和底線 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嘩言 於是鄧炳強便要出來幫他鬥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的頻道差不多可以上到15萬人 預先多謝各位益友持續支持 陳天柱警司昨天提到 說元朗警區的快速應變部隊 在收到指示後的18分鐘 已經是到場處理事件 他說警方過去聲稱用了39分鐘 只不過是未了解閉路電視片段 鄧炳強今天就出來解釋 說陳天柱這個說法 只是涉及快速應變部隊 如果是從警方接到報案之後計算 直到到場的時間實際上真的用了39分鐘 鄧炳強就承認是情況都不理想 正在檢討中 那是哪一個才對 鄧炳強又聲稱無意改寫歷史 為何昨天陳天柱警司殺有介事 說是18分鐘才對呢 你澄清些甚麼 18分鐘關市民鬼事 市民一報警那一刻 至到警察有人到場 事實上是39分鐘 這就是鐵一般的事實 那你還不用說這麼多 昨天陳天柱警司說的18分鐘是甚麼 關人甚麼事 你18分鐘就原來可以到場 為何用了39分鐘 陳天柱警司昨天豈不是自爆 當中有21分鐘 是完全沒有人作出指示的 沒有人要求你這個元朗警區的快速應變部隊到場處理 為何接到市民報案之後 要21分鐘後才有人指示你去做事 你還要用18分鐘才到場 就算說18分鐘也不是很合理 你這個元朗警區快速應變部隊在哪裏出發 要18分鐘 是不是在元朗警署出發 元朗警署出發去到元朗西鐵站 要不需要18分鐘 說不說得通 就算要收拾工具也不用那麼久 開車也不用一個字便到了 搞甚麼要搞18分鐘 還要收到市民報案 39分鐘才到 還在這裡左兜右兜 鄧炳強還說是無意改寫歷史 如果是無意改寫歷史的 陳天柱警司昨天說的18分鐘有甚麼意圖 好了 還有 昨天他提到白衣人和黑衣人 是勢軍力敵旗鼓相當的 不認同事件是無差別襲擊 鄧炳強就說 警員都應該要集中說事實和證據 無需作出一些不必要的評論 強調歷史自有功論 警隊是無意改寫歷史的 喂 如果是一些多餘的話 就不要說那麼多 你有沒有訓斥一下陳天柱警司 請問他昨天發表了很多個人意見 甚麼是勢軍力敵論 甚麼是旗鼓相當論 有沒有證據 還有一件事 他說 當時如果拘捕任何一方 都會導致情況更加惡劣 這個沒有記者問 今天 那他是不是代表著 執法人員不需要執法呢 煩惱雙方有嘔鬥 下發生互相劈油等等 你拘捕任何一方 都會激化場面 笨 根據你這樣說 是否完全不需要做事呢 請那麼多香港警察回來做甚麼 你是有責任下去調停的 是不是 我不需要做事的 你們是 那不用請警察 只是請救傷隊便可以了 下等人們鬥完一大輪 下哪一個傷者送去醫院便可以了 整班都殺了 好了 然後有人質疑 你這樣拘捕 林卓廷是否原告變被告呢 鄧炳強說 拘捕與否 就是要建基於事實和證據 有人犯法便要拘捕 不會是因為有報案而免責的 其實香港警察再就著 拘捕林卓廷這件事去解話 都是無補於事的了 你說服到多少市民去信服你才行 明明所有人都知道 林卓廷那天在西鐵站被人打 已經是穿了 爆光了 那他又被人拉暴動 我想請問 那打他那些怎麼辦呢 那些有沒有被拘捕呢 打他那些有沒有拍到 你說有很多閉路電視的 在西鐵站那裡 那些被拘捕了沒有 為什麼拘捕林卓廷呢 誰人都知道他是被人打的 被人打的就是拘捕那個 拘捕人的就不拘捕 有一個很出名的 在網上 賣西瓜那個鄉下佬 那個被拘捕了沒有 很多電視台都登過 他的專用出來 那個被拘捕了 那個被拘捕了 那個是最出名的 那個不拘捕 林卓廷是拘捕 難怪那些外媒的國際頭條 昨天啊 全部都是登了721 又再翻炒一次 你說多肉酸才行 全世界都罵你指鹿為馬 難道全部那些外媒記者 編採人員 全部背後有個電話會議嗎 視像會議夾在一起 冤禮你嗎 蛤 離了大譜 豪不自省在這裡 好了 接著再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所說 就說有12名曾經參加過反送中運動的示威者 在潛逃台灣期間遭到了大陸水警的捷獲 現時遭到了廣東公安的扣押 我相信既然大陸公安都已經把這宗消息在微博上高調地公開了 這12人起碼是可以肯定一件事 尚在人間的 性命安全是受到保障的 起碼是這樣 當然他們會在大陸面臨著什麼的遭遇呢 根據大陸刑法的規定所說 公安局可以利用刑事責任對於偷渡者進行立案追責 偷渡者可以被判處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之後才會獲遣送回香港 當然回到香港又要再面對香港法院的審訊 因為這群人全部都應該是保釋後審當中 不然就不需要下潛途去到台灣 另外根據眾新聞引述的消息所說 今次這12人當中 其中一人就是李宇軒 李宇軒在較早前 香港警察說他下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人 他其後獲准保釋 但需要交出旅遊證件 另外眾新聞也提到 在12人當中涉及到有屠龍隊的成員 另外自由亞洲電台的Facebook也有提及到 說安排反送中示威者偷渡去台灣 其實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 根據他們獲得的可靠消息指出 說早在今年的7月 已經先後有兩批年輕抗爭者 坐船去到台灣 在這條貼文當中 他們還圖文並謀地 舉出了三條逃亡路線出來 有兩條在7月份成功逃亡 有一條是今次被大陸水警斷正的路線 我在這就不詳述 我看到在這個貼文下 有很多網民留言 就猛地批評自由亞洲電台 將逃亡路線公佈出來 恐慌會影響其他人 我對於這群網民 那種同情示威者的心是理解的 但是 是不是因為自由亞洲電台 公佈了這些路線 所以使得路線黃了 他才去做一個報道呢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回大公報 文匯報 近這兩三個月以來 他們不斷對於這些海路的逃亡路線 是作出報道的 無論是香港上船的地方 其實大公文匯都說過很多 包括在西貢碼頭 東平洲碼頭 屯門碼頭等等 舉了很多這樣的地點出來 或者是那條路線的收費是怎樣 那些蛇頭 甚至乎說一百萬港幣一個人 或者路線是怎樣 有些就說 原來在香港上船之後 就去惠州那裡落船 惠州落船去到廈門 即陸路去到廈門 再經水路去到金門 逃亡 就是用一個迂迴的方法 這是大公所說的 我不是很相信 但是他們也有說過 可以循海路來逃亡 現在自由亞洲電台 他們說了這個逃亡路線出來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跟大公報所說的海路 是契合的 都是在說那些事情 所以 你叫人刪除了那些報道 我自己覺得與理不合 事實上這些路線是黃了才登出來 不是因為它登出來而黃了 要先搞清楚先後次序 我覺得既然那些路線是黃了的時候 他這樣登出來 亦是對於想利用這個水路去逃亡的人 有一個警戒作用 根據HK01引述的消息人士所說 就說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大陸公安研判 可能會有被捕人士 巡水路潛逃去台灣 因此已經加強了相關水域的控制 以倒截偷渡者 其實就算你看到很多媒體的報導所說 近來有很多 無論是香港水境也好 大陸水境也好 都在香港的周邊水域範圍巡邏 無論是遊艇也好 或者是漁船也好 都走去巡邏 就算Facebook也有人作出相關的見證 有些人出去釣魚 都被人查 現在其實事實上是查得很嚴 只不過這個自由亞洲電台 都是報導實況 我又覺得不需要對它口誅不伐 這方面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